逐渐减低下降率 飞旋代改扬转 2019年5月的汉光演习 升起摆F16V的雄子 首限在国人眼前 五国空之一目前在 深等F16AV型战机 成为F16V战机 路马公司也首次在台北航台展上 展现了F16V的飞行模拟器 作为F16系列当中 系统性灵活性最强的F16V 飞行员能迅速升空进行作战 瞄准发射命中空对空目标 迅速离场 过去的APG66V3雷达 基本上它对空的时候只能对空 对海的时候只能对砍 但是换成新的ISAR雷达之后 它可以同时对空跟对海 然后进行操作 搭载新型AM9X响尾蛇飞弹 F16V号称能抗衡共军的J-20 另一个改变就是座舱内的仪表版 F16AV采用两个多功能显示器 外加一个指针式仪表 F16V则是把飞行员两腿之间的指针仪表 换成了多功能显示器 并与飞空任务电脑完成系统整合 而原有的两个显示器 一个可以显示雷射标定 或红外线夹舱 另一个则可以看雷达影像 而且都是触控式增加飞行员作战能力 外形来看最大的改变是这个四行邮箱 这个四行邮箱两个四行邮箱的话 可以增加大概960加仑的这个油量 相当于原本两个挂在最内侧 挂架的下方的这个邮箱的容量 可以整合到这个机身上面的这个四行邮箱内 F16V作为第五代战机前最好的过渡机 落马台北航展采访的记者也被限制 安排分批入场 毕竟当时试涉军售案 只担心时间点或任何大动作太敏感 TVBS新闻引得于刘婷婷的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或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